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炒了几十年的经济政治问题 其实它不只是经济 更带有很多的政治利益在这 好 但是现在呢 经营部要来检讨台湾电业问题 是不是反而是个重要的好时机呢 台湾的电力现在全部由台电公司来供应 它是个国营事业 全国的电力需求它是责无旁贷的 只是呢这个独一无二的事业 在民国95年之前可是年年赚大钱 但为什么95年之后开始转营 违亏 独占生意还做不好 那么核四工程又搞得全民没信心 台电到底怎么了哟 实在是因为没有竞争对手所以摆烂吗 好 如果我们的电业决定要来自由化 对一般的老百姓跟各大企业来讲 到底是不是能够得到更便宜 又服务更好的一个电业的一个能力呢 那么台湾电业到底该不该自由化 今天现场请到两组来宾 请他们来做一场精彩的辩论 那每次我们都会根据我们在正式录影之前抽签的一个发言顺序 好 我们今天发言顺序抽到先发言的是反方 也就是反对台湾的电业自由化的这一方 今天现场两位来宾赶快先为大家来介绍 首先第一位我们来介绍的是呢 台经院五所的副所长陈诗豪 陈副所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一位我们来介绍的是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的执行长 张峰毅 张执行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么今天我们抽到后发言的是 正方赞成台湾电业要立刻自由化 第一位我们介绍的是中金院二所的研究员 王金明 王研究员 大家好 各位来宾好 我们第二位来介绍的是台大资工系的教授高成岩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就赶快来看到说 那么关于台湾的电业自由化 到底是现在才在讨论还是已经讨论了好多年 这位为大家来做的整理是电业自由化这几个字 好了 有18年之久了 但为什么18年来他迟迟没有办法完成修法跨出立法院 问题在哪里呢 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好好请大家先来就这个议题来做讨论 我们今天背景的部分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台湾的电业自由化苦手含咬18年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电业自由化什么时候开始推动的呢 1995年开始推动电业自由化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时候开始出现了有供电不足的一个问题 于是电业自由化是能补这个缺陷呢 好 这个台湾的电业是来自于电业法 法院是1965年就已经制定的 那么在1965年公布了电业法之后呢 哇 经过有六次的修正 但是这六次修正关于所谓的电业自由化 这个部分呢一直都没有提 所以现在还躺在立法院里头 那么最新最新一次的修正是去年2012年的8月份 2012年8月份再度进行电业法的修正里头 内容跟自由化完全没有关系 去年修的主要是关于说 你这个台电的供电啊 对于自来水啊 铁公路啊 还有这些民间的需求 特别是弱势团体的族群啊 要怎么样做保障 要给予什么样一个优惠的一个电价 所以呢 大家期待的电业自由化到现在还是停在那里哦 那么到底呢 这个现在有哪些阻碍 以至于电业自由化是无法持续的来进行修法呢 所以现在看到观众朋友可能会问 我们不是有民营电厂了吗 不算电业自由化吗 台湾的民营电厂有9家 但是只负责发电 电发完之后全部卖给台电 这几年大家发现 哇 这个1025年的一个长约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叫价码的一个长约 导致台电现在亏这么大 越亏越多又要拿我们来涨价来做这个补贴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民营电厂现在发挥的功用是什么 只有发电 所以它只是一个卫星电厂的角色 对于现阶段台电的一个发电需求机 整个台湾电业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帮助了 因为它不能够 它没有输电以及配电的一个设备 只发电 然后台电一定要买单 引发更多其他的弊端了 好 第二个来看看是 台电独占嘛 是不是垄断了市场呢 是的 它持续的在垄断市场 但为什么看来蓝绿阵营对于台电的持续垄断 还真的是觉得应该持续下去 在这里就是因为什么呢 政治仇佣吗 不只是台电的官 我们看到连民营电厂 里头这么多这么多的大官 董事长总经理 为什么也在政治仇佣 台湾的所有的电力人才都在台电 所以民营电厂出来之后 他们的官是谁来领导呢 台电的退休人员 所以现在整个电厂 不管是台电还是民营电厂 都融为政治仇佣的舞台了 所以台湾的电业发展 真的要自由化很难吗 我们刚才抽签 今天发言顺序是反对自由化的反方 所以先请教陈舒遥教授 那么所以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 在这我们看到 似乎专业被政治给盖了过去了 所以台湾电业自由化 大家讨论其实都不是专业 而是政治利益挂帅 好的 谢谢主持人 不过我这边可能要先澄清一下 基本上我们不是反对电业自由化 我们反对的是一个 没有具体想法 而极旧张的电业自由化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 电力市场的一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 就像主持人讲的 它其实就是由台电公司 基本上垄断了 大概这块 垄断了整个电厂 它是一个重要的电业 那我们很多的民营电厂 其实它是卖电给台电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假设 没有把这个部分解决 有时台电公司 他本身的这个 综合电业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这时候去做 所谓的电业自由化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它的重点就是说 你几乎所有的客户 几乎所有的电源 都在台电的手里 那你基本上从现在的做法 是要成立一个 类似电力调度中心的一个 把它独立一个电力道具 来调度电力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是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的问题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也是在想 就是说电自由化 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目前的 台湾的电力市场 有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是让大家没办法接受的 其实我们的电价 也许这几年台电是亏的 但是你把亏损的部分 把它弥平 合理化之后 其实相对于其他的国家 我们电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第二个 台湾的电力系统的 供应的稳定度 跟国际上比起来 老实讲也还相当的不错 所以到底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去为了解决 然后透过电力自由化来解决 我觉得最大问题 大家要解决 不过就是 大家对台电觉得 它整个运作 整个系统 觉得它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们不能够 为了解决一个 公司本身 operation的一些问题 要透过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实验 好像这个实验 就可以来解决台电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 跟刚刚看到 为什么我们当年 必须要开放那么多的IPP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1990年代 我们的电力的备用容量力太低 你看我们在这段时间 在这几年中 有四十几次的停电 跟限电的措施 导致我们产业 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 结果怎么样 急就张 就赶快开放IPP 签了很好的合约 为什么 因为你台电公司 没有溢价能力嘛 你必须要让电厂赶快上来嘛 所以他的要求 你都必须 不能也许没有全部接受 但是你就大部分就接受 因为急啊 一急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事情 就会造成很多的后果 是过了几年 我们才发现 哇塞当时这个问题产生了 那这几年好不容易 台电跟IPP的 这个所谓的购售电合约 就是所谓的PPA 已经有一些讨论 他们愿意降一些价格 可是你这个合约 它还是要存续 所以我们很担心的是说 你为了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 也许不简单 也是复杂问题 可是你用一个 创造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来解决它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要非常小心的 所以我们觉得 电力自由化这件事情 要好好的讨论 而不是说 我看台电不爽 就我用电力自由化来解决它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好 所以这个 陈副总长这边应该提到说 其实电力自由化 应该是个姿势体大的事 它应该不能用民粹来做操作 所以在这一阵子我们听到 因为反核四很多 对于整个台湾电业的检讨当中 自由化声音也再度被提出来 我们刚才说到 18年来躺在立法院里头 这个电业法没有办法修 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蓝绿双方都在提案要修 有哦 但是为什么都修不成 我们今天提到说 到底是不是政治利益的一个挂税 在这 于是常常一直让自由化的三个字 就这么pass过去 根本不予讨论了 刚才陈副总长点到 这个IPP是在1994年 就是因为在1990代 出现很多的跳电限电的状况 1994年终于跨出 所谓自由化的第一小步 成立了设置了这么一个 开放发电业的作业要点 于是赶紧让民间来设电厂 但重点是电厂设了之后 电通通卖给台电 台电这一买 没想到是这么贵的一个买法 现在亏损之后 大家才讨论说 哇 当初提前的25年的合约 是不是真是笨得可以 好 那么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民意电厂重新议约之外 整体的台电问题 是不是在这边转营为亏之后 反而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合适 让大家实在没有信心 他的一个新建以及经营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 王研究员 长期的研究电力自由化 您在相当多的论文的发表上面 有点到在国外的一个 很多的经验里头 但现在这个陈副所长这边有讲到 如果自由化只能用喊的 喊起来大家应该都接受 但实际上是不是反而用一个 更复杂的模式来解决 现在眼前看到的一个 很复杂的问题 不是 自由化是用一个 很简单的市场的机制 供给跟需求 来解决很复杂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说一个很简单的市场 政府不愿意采用 主要原因是因为 市场是两只看不见的手 一个是供给 一个是需求 他来决定价格 那一旦他来决定价格以后 政府就不用决定价格了 就没有什么调价公司 浮动油价 浮动电价 以及补贴 一大堆补贴 还有民营电厂的合约 这些东西都是由市场来决定 那你今天市场取代了 政治利益以后 这些政治的酬庸 政治的利益 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的利益就受损了 所以他们不愿意自由化 从李登辉开始到 陈水扁到马云九都是一样 因为国营事业 国营事业是执政党 很大的一个利益所在 不管选举也好 资金也好 运用也好 他为什么要把这一块肉放出去 因为他可以有很多上的政治酬庸 从董事到总经理 所有的人都可以放进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另外还有很多合约 他的周边的电厂 刚刚谈到了民营电厂的合约 这些合约都是我们国家 所谓的党国的重要的 商股利益集团人士 那你今天他签了一个约25年 你能让他签的刚刚好 只赚一点点吗 不行 你一定要让他赚了很多油水 而且1000签25年 这在一个自由化的市场 是不可能的 因为自由化的任何的发电业 他要能够赚 他必须他有竞争力 他的店便宜 卖得掉 能够在市场上 跟别的人的店来竞争 他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可是我们国家民营电厂 是完全不用承担风险 风险全部转嫁给台电 转嫁给消费者 这个东西用市场来解决 当然可以 在中国大陆都解决了 中国大陆所有的店厂 都要竞价上网 你要跟别人竞争 你赢了你才能够上网 我们台湾是不用 我签了一个约就25年 你台电非给我掉不可 你不过我掉 你还是不拿易付款 你还是要赔钱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刚刚谈到说 1994年我们缺电 缺电只是那个时候 那你签约 有必要签那个时候的优惠条件 1000签25年吗 而且在25年中间 还不断地更改条款 让他更优惠 对不对 那台电让他简单 他说不行 包括利率 包括那个店价 他都要随着市场的行情 往上调 就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 他绝对不能亏本 他要占得独大的利益 这就是民营店业 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好的利基 就是因为店业 没有市场自由化 全部都是政策决定 政治力决定 那自由化的市场 是奢契有夫人 他在1989年 他有这个idea 因为他们当初的国营事业 跟那个台湾的 那个台电中油一样 是一个垄断独占的 国家state owned 国家拥有的 可是生产效率就很糟 然后容缘也很多 所以他们就推了 那推的话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英国为什么成功 必须是执政者上面 最高阶层 他是改革者 像邓小平 像奢契有夫人一样 他有那个guts 他有那个心力 来改革 下面的那些政府官员 才会所谓的风行朝野 他能够follow这些leader 说我来帮你定 定这些政策 怎么样去执行 你今天上面无心改革 下面当然是 优柔寡断 或者说拖延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从那个1991年 我回国以后 定业法在立法院 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很多次 一读二读 就是永远到不了三读 然后都回来 就永远不会通过 他就是 等到民间的压力大的时候 他就 我们再送一个版本到立法院 过一过 他又不推 因为没有立法委员会支持 因为立法委员也是利益集团 因为他们有所谓的 那些 那些款项 可以拿到地方的回馈 而且选举的时候 有很多钱 可以向台电跟中油 来赞助 所以这些东西 所有的人 在这个里面 都是既得利益集团 你要这个改革 很困难 除非就是改革从上到下 要别无他法 我这二十几年来看到 台湾要定业自由化 最大的阻力 来自于最上层 最上层 最上层 他有这个心 要改革的话 就不是问题 就像社企友夫人一样 你最上层 你不改革 下面不可能改革 不可能会动 好 这个变成领导者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特别点到 财奇友夫人 英国前首相 那么才刚刚过世 当年非常大的一个丰公委 其实就是国营事业的民营化 但是对于台湾的国营事业 其实陆续也在民营化 但现在看到 就是台电在这里 是闻风不动 就出现这么一个IPP 但是整个约签下来 让大家觉得 这是要割地赔款的一个烂约 到现在为什么呢 这烂约签下去之后 其实所损结是谁 所有纳税义务人的血汗钱 好 所以电业非得自由化 但是张执行长 不赞成电业自由化吗 你觉得不自由化的话呢 我们电业还可以发展更好吗 我觉得电业自由化 自由化这三个字 我觉得太混淆 太不精准 因为刚刚大家很多人提到 其实一般民众是对于台电 他的一个垄断的地位 或者造成不效率来反对 事实上这个事情 难道一定要透过自由化来解决吗 那事实上所以自由化里面有可能 譬如说有包括 是不是有包括民营化的意涵 是不是有包括 这个发电的多元化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所谓的自由化到底在 这个电业里面的发输配的 各个层级之间 自由化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可以来使用 那刚刚其实我也非常反对 目前 其实呢 这个民营电厂他的价格 他的价格事实上是政治决定的 他根本不是所谓的市场决定 他没有某一种的政治 某一种的市场机制 某一种竞争机制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才会造成现在台电一年 要去收购一千多亿 很多人认为是超额的利益 既然是超额的利益 所以台电他自己干脆也下去玩 他也是用子公司 孙公司的时候名义 用这个名义去投资民间电厂 然后来收购 超额的收购他自己的电 所以这样子的价格决定 确实是必要检讨 但是呢 我反过来说 要让大家知道 电这个东西 电这个东西 是不是要用 这个所谓的自由化 市场化来决定 我觉得是有待商榷 因为我一直觉得 电业这个东西 有非常浓厚的 这个社会福利 或者说公共事业的性质 现在这一个我们的电 已经成为民生的必需 所以如何维持电的稳定的供给 甚至还有偏远地区的供电的问题 那那么远的地方 谁要拉这个电线杆过去呢 这些东西 在很多国家认为说 电力是一个公用的事业 它应该国家要扛起的责任 是人民的福利 另外呢 电业有一个规模经济的 一个非常大的效果 它需要投资非常的庞大 那所以说呢 还有就是说 电我觉得有个最大的特性 它是没有办法去储存的 这个东西 所以呢 它因为没有办法储存 它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商品一样 所以怎么样让 马上发出来的电 可以马上的 给所有的消费者用掉了 那中间呢 就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统合机制 来做这样的调度的处理 那这个东西不见得是 透过所谓的市场 的交易可以来解决的 那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电的稳定 其实我觉得电的价格 是歧视 其实在台湾一般民众 其实对于电的稳定 我觉得才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这边张警长特别有点到 那就是关于弱势族群 还有偏远地区 如果在电业自由化的过程当中 这个部分能得到 一定的一个保证吗 如果它是个重大的民生 必需品 而且是个公共政策的话 它该用自由化的概念 来做处理吗 我不知道高老师 您觉得怎么样 我想刚刚张智英讲话里面 其实只对了一半 他说电力有垄断的天性 基本上输电的部分是这样 要拉到远的地方 要怎样要怎样 但是前端的发电跟后端的配电用电 这个可以自由化 举个例子 在我们这个缓和过程里面 目前也出现一个叫做 风滤电联盟 风滤电的意思是怎样 我要用滤电 我要用滤电 所以我可以选择用滤电 那么发电的部分 假设有风力发电 假设我一直在提的 就是说用地热 价格怎样是另外一回事 风滤电联盟说 我一度电 我愿意多付10% 这个可能 像我就愿意这样 在这种状况之下 可以因为输电 没有有这个垄断的性质 而把这两个重要的因素 不考虑进去吗 我认为今天这个缓和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至少我个人 我非常赞成这个电业自由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只要自由化以后 就是说前端后端 那缓和可以很容易成功 所以老师你讲的 不是全面性的自由化 我想赞成自由化的人 也很少人会说 中间的配电 都不要国家来进来 我想很少人这样主张 大部分人的主张都还是 前端跟后端 中间这个天然的性质 就是说可以国家 但是是不是一间 也不一定 我可以分成三间五间 那这个所谓的综合电力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 不见得吗 好 刚刚老师 我们两个四方的专家点到 这个发电 基本上有四大区块 你要发电之后 你要能够输电 把电输出去 还要配电 输电的过程当中 好几个电厂发电 这个输电所 怎么样让电源做调配 所以在配电这边很重要 最后一关叫做售电 所以到底是哪个关卡 全部都民营化 才叫民营化 全部都自由化 才叫自由化 还是其中拿几个关卡来 自由化就好 有些是可以共用 或是某几家公司 一起来经营 这样就是世界间 各个国家 自由化的过程当中 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模式 我们待会也会带大家来介绍 但是自由化 到底是利多于弊 还是弊多于利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说 这个自由化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 这边简单为大家做了这样一个整理 我们整理的来自于 世界各地国家相关的一个论文里头 展现出来相关的一个内容 到底自由化的利益在哪里 有人说市场竞争 民营电厂给自由供电 自己建立输配电路线 其实在台湾来讲 台电做了很好 现在民营电厂 有没有这个能力 做输配电的一个供应 那我们当然不得而知 未来不是不可能 但在这我们看到说 这样的一个结果会让 电价渴望来下降 再来那么在这个 绩效经营的部分 提升电厂的效率 竟然是台电最被人为人诟病 就是在这 所以台电是不是借此 来民营化呢 问题可以小一点呢 还有一个好处说 可以就进来售电 大家不用完全靠台电 大老远输船 输电到你这个地方 增加这个成本 降低这个路线的一个损失 这是不是也是 接下来可看来看到的 调度可以更加的一个弹性 说台电盖电厂 其实不太容易 现在靠民营电厂了 民营电厂的新设速度很快 所以当年的 1994年的民营电厂升设 1994年要点出来 1996年第一家电厂就上来了 好快好快 真的是效率很高 所以成本可以降低 经济效率的部分 说增加了投资 当然增加了就业机会 这就可以活络 我们的经济发展 所以电业自由化的力 在这里 币的部分 市场会不会因此专制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钱 电价是很重要一个关卡 所以未来是 消价竞争吗 会变相的垄断吗 会不会因此而导致 价格的轰抬 或稳定度降低 这个必须来关注 那无法储存 刚有点到 电是无法储存的 发出去就得用 要不然就扔掉 无法储存的话 这个生意会不会变成 是赔钱生意没人做呢 最后是台电 又要强迫来收购这些电吗 再来看到是利益的大饼 IPP给大家经验是 签了25年的好康约 价格利率 持续的往上来调整 稳赚不赔 所以这个部分在台湾 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再来看到 这是讨好财团企业吗 在台湾至少IPP 现在看到模式就是如此 这个购电暴利 遭到剥削这个部分 未来我们台湾要自由化 这里是不是要注意它 万一经营不散怎么办 最后突然经营不散 就导电了 利导电电发不出来 谁来善后呢 这也是现在电业自由化 必须讨论的几个大问题 好 我们休息片刻 我们在广告回来 就继续来讨论说 那电业自由化的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在这边列出来之后 其实在台湾 还有哪些问题还要值一代 赶快来做解决 才可能往自由化的方向来前进 我们带回来 感谢观看